这边都缝红好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缝红好的 然后我们这个最后的地方 直接把线头剪了 还是一样的 拉紧一点 把线头再长一下 这个从里面长 这样勾出来就可以了 空隙勾小一点 特别是外面的时候 我这样长的 你们要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方法 然后把这个最后一个线头这样 长掉就可以了 好然后直接剪掉 拿火机 这样烫掉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 这边就是已经 勾好的 然后上好的这个 这个牡丹花的这个凉拖 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勾好的 两个颜色 这个两个颜色都是可以 穿的还是蛮好看的 我们的这个牡丹花的视频就录到这边 大家如果想买相应的材料包 或者是相应的材料的话 可以去我们家淘宝店铺 乔首女工编织坊 去淘宝里面搜索 乔首女工编织坊就可以了 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店铺购买材料 好我们视频就录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